我们也晓得 在全世界只有中国这个族群 一万多年前 老祖宗是以孝提中心 把我们养大的 我们的起家是孝提中心的 这个得多后果 虽然现在这一百多年 疏忽 忘本了 我们忘本 老祖宗会原谅我们 不会怪罪我们 这个根后 底子后 这个族群众人有灾难 不会灭亡 我们对这个要有信心 你看全世界哪一个族群 是以孝提中心起家的 以孝提中心交了几千年 没有 找不到 只有这么一个族群 我们要把老祖宗的东西找回来 要把它集成下来 发扬光大 我们就是孝子 对的去祖宗 所以佛法是教育 教育是私道 私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这就是为什么佛教能在中国发扬光大 原因在此地 佛教人 第一句话叫你 孝养父母 奉死死长 没有孝道就没有私道 所以今天孝道没有了 私道当然没有 人要学坏很容易 要学好非常非常困难 这在今天这个时代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 感慨万千 什么是佛教 你在这里就看出来了 社防世界 这些诸大菩萨 这大菩萨 大臣菩萨 都不是修小臣的 通通通都到极乐世界了 来干什么 礼拜供养阿弥陀佛 礼拜供养是修福啊 知道阿弥陀佛 佛会圆满了 来修福的 听法 是来修会的 佛会双修啊 这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是变法界虚空界 修福修会的中心点 你要想求修得 圆满的佛会 你就到极乐世界去 你就去清静阿弥陀佛 他一定能满你的愿 能帮助你成就你 谢谢大家